这是第二个 就是把柱文跟原文对应起来 第三个 我们要对这个古柱 加以评判 当我们把古柱跟原文对应起来以后 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古柱里面所说的意思 跟原文所说的意思 是不是相符 是否相符 如果我们读原文的感觉 或者我们根据别的解释 发现跟这个注释的意思不符 或者我们用注释的意思 去讲原文讲不通 那说明这个注释有问题 注释有问题 那这样我们就在这个注释之外 还要利用别的资料 别的工具书 相关的材料 来解决这个注释里面讲错了的 问题 当然除了这个注释讲错的以外 也还有一些 我们前面也提到 就是原文里面有些东西注释没有解释 那么注释为什么不解释呢 因为在当时来说 他不用解释 他能读懂 他要解释的是 他认为当时人不懂的 那当时人懂的 他不解释了 可是当时人懂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懂 我们历当时历汉代又已经过了 这个两千年了 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很多原文里面的疑议 在注释里面没有解释 所以我们要对古注加以补充 除了纠正它的不正当的说法以外 不正确的说法以外 我们还要进行补充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一篇古文读懂 所以我们在阅读古注当中 有充分的利用古注 但是光靠古注还不够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学期 重点给大家讲古注 讲古注维权的时候 我们反复跟大家 也要强调这些道理 强调这些道理 是我们以后在接触古注的时候 利用古注的时候 又能够有这样一些观念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读古注 通过这个我们给大家归纳一下 概括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读古注的时候 如果对于某一篇文章 从本身出发 有时候不太好理解 或者理解的不是很透彻的话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找相关的文献 除了古注以外 再去找相关的文献 因为古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前代的书的内容 在后代或者在同代 别的书里面都会反复出现的 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内容 同一个故事 都会反复出现 古人写文章也好 都喜欢引来引去 但是古人引用 或者古人讲同一件事的时候 在不同的书里面 他会讲的不一样 这个讲的不一样 恰好就替我们提供了 理解某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角度 提供了不同的信心 如果说完全是一样 那你这个地方不懂 那个地方还是不懂 是一样的 但是正因为它不同 你就可以互补了 可以互补了 你在这个地方不懂 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有不同的说法 那不同的说法 恰恰我就懂了 那就可以利用那个来懂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读书的办法 现在这个检索又特别方便 我们读一篇文章 读不懂的时候 我抓几个主题 只在一检索看 别的地方有不有 在地方一找 找出来了 这个 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道理 这篇文章 孟子不见诸侯 不见诸侯 这是陈代 他的一个学生陈代 跟他讨论的 孟子跟他说了这篇道理 这篇道理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古著 造奇的著 大致明白了 但其实还不太明白 还不太明白 就是我们弄不明白 这个孟子究竟是 人家没有请他 他不去呢 还是说人家请他 礼节不到家 他不去呢 还是说什么什么原因 不去呢 而且孟子这里面 只讲了两个故事 讲了这个愚人的故事 讲了这个王俩人的故事 来说明 那么正面的回答 很少 所以对这个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理解 这个孟子的这个意思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参考 前面我们也讲了 这个愚人的故事 在左撰里面记载 我们随意看看左撰 可以理解愚人的 关于招不同人的 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标志 那么关于孟子不见诸侯这件事 其实在古书里面还有记载 就是孟子里面也还有 还有 比如说 孟子的 这个万章下 孟子的万章下 刚才我们讲的是 孟子的藤文公下 在孟子的万章下 又讲了这件事 而这件事在讲的过程中 跟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复补 可以复补 我们先看看这一段 这个万章 也是孟子的一个学生 那就是对孟子不见诸侯这件事 不但是陈代不理解 陈代不理解 万章也不理解 你看万章约 这是另外一篇了 另外一篇 我们这里面也是赵琪的柱 我们先不看赵琪的柱 看原文就能看懂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础了 知道这件事情了 是不是 知道这件事情了 不懂的地方再看看柱 懂的地方我们看看原文就够了 万章约 敢问你不见诸侯何意 请问老师 你不去见诸侯 这欲益何取 你说什么道理 孟子约 孟子约 这就在这里 孟子直接讲理的地方比较多 孟子约 在国约市井之城 在爷约草莽之城 皆为树人 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你在都城里面 国是都城 在首都 在都城里面 那你就市井之城 那么你在野外 在京城之外 就叫做草莽之城 那么不管是市井之城 还是草莽之城 都叫做树人 都叫树人 而树人 不传职为臣 不敢见于诸侯 离语 这就是从正面告诉我们 什么情况下 能见诸侯 什么情况下 不能见诸侯 那么我现在 孟子 我现在是个树人 我在野 我在野 在野 我叫做树人 那树人不传职为臣 不传职 什么意思 职是礼物 礼物 传的 就是古人不是相见 比如说你要见一个地位高的人 他有通报的 通报的 他传话 传礼物 他要把你交给他的东西 比如说名片 或者礼物 他把你拿进去 交给那个人 那个人同意了 他才回来把你领进去 这个就是传 传职 也就是献礼 如果你不献礼 作为臣子 那是不敢见诸侯的 这是礼制 就是你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 通过一定的仪式 做了诸侯的臣子 你是诸侯之臣了 那么你就可以见诸侯 你不是诸侯之臣 你是不能见诸侯的 这是礼制 首先从证明 那么万章约 万章不明白 还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树人招之义 则瓦义 君与见之 招之则不瓦 见之何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说你是树人 但是树人 这个如果是国家 又招这个树人去打仗 招这个树人去修长城 去服裕 责网裕 这个树人你必须去啊 国家要真有你老公 你必须去啊 可是现在国君想要见你 造你你却不去见他 这是为什么呀 你说你是树人 那就是树人也一个听从 听从国家的召唤啊 对不对 那国家着急 国君着急 你为什么不去呢 所以他学生不明白 不明白 看孟子怎么说 孟子说 网易是意义 国家需要 我去替国家服力 服役 这是意 这是道义 但是网见不意义 为什么 你网见是有私益目的的 你主人去找诸侯 你是想求个一贯半职的 对不对 你不是去替国家这个服役的 所以说这是不意的 那么他反过来问 且君之欲见之也 何为意义 那我再问你了 国君为什么想要见我 对不对 我只是一个树人 他凭什么要见我 这个万章就说 他学生说 为其多文意 为其显意 因为你有很多知识 孟子是孟老先生 这个多文 懂得很多东西 很多道理 所以君王想见你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为其显意 因为你是个显者 在社会上有声誉 有声誉 所以国君想见你 这是这个孟子 就讲了国君想见孟子的道理 理由 然后孟子就真的 他这个话就讲了 孟子就说 为其多文意 这天子不造诗 而况诸和风 如果他认为我知识丰富 他想要见我的话 我如果知识丰富 我多文意的话 那我就是老师 老师天子都不招老师 天子要见老师 是天子亲自去见老师 不能够随便招话 老师你过来 不能这么喊 这就是尊师 天子都不敢招老师 他何况诸侯呢 他只是个诸侯 他既然认为我多文 既然认为我是有知识 能够当老师的人 他怎么能够随便招我呢 就不能叫我去 为其显意 如果他认为我是显者 只有道德的人 罪物未闻欲见贤而造之也 那我也没有听说过 想见一个贤子 而去把他召唤来 派一个人把他召来 那你应该主动去见他 这个何见 孟子不见的原因 是因为诸和没有来请他 而只是派了一个人来请他 对不对 他礼节不到家 而且孟子再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跟前面讲的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可以互补 这种文章可以互补 他说穆公 弃见于子诗 弃就是多次 这个穆公多次就见子诗 然后就说 他说古千圣之国 已有誓和卢安 他说如果是古代 像我这样的千圣之国的国君 跟你这个誓来做朋友 那怎么样 大概一个成为美谈 我毕竟是国君 千圣之国 是个大国的国君 可是我主动跑来跟你交朋友 他就想要 只是赞扬你 国境不错 能够理解下势 可是只是怎么说 只是不悦不高兴 说古之人有言悦 是之云乎 起悦有之云乎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听说 古人 古代的人 有话 是这么说 就是如果是个贤者的话 我就去侍奉他 没有听说过去 有他 就跟他交朋友的 孟子就推想了 自诗之不悦也 起不悦 自诗之所以不高兴呢 他的意思不就是说 什么说呢 他说以位则执君也 从地位来说 你是国君 我是臣子 那何敢于君有也 我怎么敢 作为臣子 我怎么敢 跟你个君王的做朋友呢 如果以德 则指 是我这也 岂可于我有啊 如果按德 按知识 那我是你的老师 是吧 你应该侍奉我 你侍奉我 你怎么能够 跟我做朋友呢 所以 他就不高兴 所以孟子就说 千圣之君 求于之有 而不可得 何况可招呼 一个千圣之国的国君 想要跟一个 有知识 有学问的人 交个朋友都办不到 怎么敢去 召唤人家来呢 随时一边打发一个人 你来 我找你有事 那怎么行呢 是吧 何况可招呼 可见 孟子不满的 在这里 是不是 并不是说 诸侯没有去请他 诸侯确实去请他了 而且派了人就请他 但是孟子的说 这不行 这就明白了 前面那个没讲通 是吧 没讲清楚 但是真是把他的心事 全逗出来了 全逗出来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他下面 也讲了这个道理 讲了这个 其警公 这个赵渝人 以金不治将杀之 这个跟前面一样 这里有一感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这个万章问了 他说敢问 赵渝人何疑啊 这个孟子不说 孔子兮取燕 去飞起赵不亡也 那么飞起赵 就是不是用 赵他的礼节去赵他 他就不去 那么万章就马上就问 他说那请问 赵渝人应该怎么去赵 用什么去赵 这个在前面没有 是不是 在腾温宫下面有 但是万丈下游了 这个孟子回答了 孟子说 以疲观 用疲观去招渝人 树人以赞 诗以奇 大福以金 这个理在这里 交代的很清楚 但是在那里 没有交代清楚 他就告诉我们了 招这个渝人用疲观 招树人 一般的人用赞 就是整部薄化 布薄做的一面大旗子 试了以旗 旗就是这个旗子上面有铃铛的 大福以金 金就是用这个毛牛尾 做装饰的 羽毛做装饰的 这不同的旗子去招 然后这个孟子又有议论了 孟子说 以大福之招 招渝人 渝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 招树人 树人其敢往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渝人 本来是地位低下的 他用一个地位高的招 去招他 他都不敢去 那么用士的招来招树人 树人 那到底也是不敢去的 就是说 你用士的招 招树人 树人不敢去 用招大福的招来 招渝人 渝人不敢去 那么 旷 关键在这个地方 旷夫 以不贤人之招 招贤人 呼 所以孟子就说出 他的心里 借地在这个地方 他不满 他不去 原来这个诸侯 没有把他当贤人 看 就是说 是用了不贤人之招 去招他这个贤人 也就是礼节的 规格不够 礼节的规格不够 那么这个不贤人之招 究竟是怎么个招 我们不知道 他没有讲 究竟是怎么来招的 不知道 反正就是 这个君王 没有亲自来请他 没有亲自请他 所以进一步 他又说了 他遇见贤人 而不以其道 你想要见贤人 却不按照 见贤人的这个办法 那就 由 遇其入 而避之门也 你想要 要他进来 全一把门关上 那人家能进来吗 他说 你想要我 为你去国家服务 要我去替你治国 或者你想要我去 这个 教你 你要向我请教 可是你不按照道理 你不按照礼节 那么你不想要我去 又把门关上 不让我进 不让我进 所以说 服役是路影 礼于门影 原来 这个孟子的 他也抠的就是这个礼 礼不到家 为君子 能由是路 出路 是门也 只有君子 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现在的君王 祝贺 他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不去 这个后面还讲到 一些道理 万章 穷追不舍 他还又讲出一个道理来 他又问 他不明白 他又就是一个反正 一个什么反正呢 他说孔子 君命招 不是驾偶行 然这孔子 飞鱼 把孟子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抬出来了 他说你孟先生 这么说 说说这个 诸侯礼节不到 你不去 可是我们的孔老先生 君王招他的时候 他不是驾偶行 就来不及驾车 自己就跑去了 就跑去了 这个是史书上有记载的 这个是有记载的 孔子 君王叫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跑走了 那么说 这个孔子是不是错了 孔子是不是错了 孟子说 孔子当时 有官职 而以其官招之也 孟子有话说 怎么说 他说当时 孔子正在做官 他身上有官职 有官职 所以是 而以其官招之也 君王是用他的官职 来招他的 你既然当年了官职 当然君王就谁叫谁到 你要不要 谁叫你做他的臣子 做他的官 我现在孟老夫子是闲人一个 是不是 我没有当官 那么你要想请我去干什么 你就必须按照闲人之力来对我 我不是你的臣子 不是你的官员 不是你的官员 所以他也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这样的 他一条一条的跟学生 在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由此也可以 这样 我们特别看门女 看孟子的时候 可以看到 这个老师跟学生的那种关系 那是随意的讨论问题的关系 这种融洽的关系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读书要相互关联 在这篇文章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把相关的文章联系起来 可能就解决了 那么我们看看 读刚才这个孟子的万章下 是不是对于我们读前面的 文章下有很多补充 对不对 你两篇接着起来读 我们是不是就明白多了 那明白多了 这个我想只是 只是读了一下原文 你如果再加上 这个造奇的注释的话 你会了解更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读书的方法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